周立波和王志安全被骗了,燕君并非搞金融的,而是这个神秘行业。 自从周立波接受采访之后,给很多人的信息都是燕君搞金融的,而在王志安自己亲自到美国采访燕君时还得到了大案,是很早之前燕君在新加坡搞期货金融,因为退得早所以顺利度过了金融风暴,其实真的那么简单吗? 显然不是,目前周立波已经得到了海外深挖团的支持,对于燕君展开了深挖,目前的结果就是,燕君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而王志安和周立波都被骗了,甚至胡杰也是在班门弄斧。 那么燕君到底是做什么行业的呢?根据海外深挖团给出的结果,燕君从事的监控设备的销售工作,而且对应的是美国军方采购。 怎么样不简单吧?胡杰的录音那都是小屋见大屋燕君才是监控的行者离手,这可能让很多人大感意外。 早前采访时燕君就曾经表达过周立波的妻子胡杰在家中安装了很多监控录音,但是燕君本行就是搞监控的。 这多少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目前的情况就是燕君铁了心的认定胡杰是幕后策划和导演,而胡杰和周立波认为是燕君在背后搞的一切,双方争执不下。 而近日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燕君在海外网络上释放了匿名录音再次揭穿胡杰策划了这一些,并且还捎带上了周立波的女儿,说毒品是周立波女儿的,这让周立波和胡杰坐不住了。 周立波一日连发数条微博痛斥燕君,并且还称其背景不简单,和谁合作都算计对方,只要有人接触他都没有好下场。 其实燕君的信息已经暴露了很多,至少今后有人在和燕君有商业合作的时候都会被加小心,这也是对燕君最不利的地方,所以早前就曾经提到过,这几位不断撕扯对谁都没有好处。 周立波没法登台表演,胡杰背了个控制周立波的恶名,莫虎背负华人不良律师,他爽不误正月结交细字富豪,燕君无法展开商业合作,甚至王志安还闹个财房有偏向的名声,以至于还连累周立波的国内律师徒累,这其中的目前为止无一人获利, 让人感叹。